好 继续带来你看到瑞穗香复兴社区以在地特色农产凤梨打造六级产业的发展 也附加了更多的产业价值 吸引许多青年来返乡 荣获金牌农村奖评审的青睐 脱颖而出 拿到了第一届金牌农村竞赛的铜牌 搭上全台唯一的一影机托拉油圆车 随着列车穿梭在复兴社区的平地造林与凤梨田间 欣赏山和绿的美景 从游客脸上的笑容就能看得出来非常的开心 瑞穗香复兴社区以在地特色农产凤梨打造六级产业发展 也附加更多的产业价值 吸引许多青年返乡 荣获金牌农村奖评审的青睐脱颖而出 拿到第一届的金牌农村竞赛的铜牌 除了我们一般设计发展的一个基本架构之外 我们尤其在产业的我们从传统的一级产业 到我们有二级的加工 然后结合到我们三级的休闲礼物服务业 让这个设计从过去纯粹以产业的生产为主的 到现在它已经有结合到二级三级 变成了一个我们所谓现在的机器 政府想要推动一个六级化的设计 总干事杨清茂表示 附近社区是一个非常传统型的农村社区 从早期提供原料 慢慢转型做二级加工 到现在发展出三级休闲产业 杨清茂强调 年轻人刚接触农业 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资金不够 这些都将透过整个社区的力量 来协助年轻人留下来打平 那年轻人的回来是我们带动我们社区 未来希望的一个最主要的胜利金 所以一个农村怎么样让年轻人回来 这是我们一直要想要去努力的 绝对不能勉强不得 我们希望有那个诱因 有那个让它可以发展的一个环境 让它可以发挥 它自然而然它就会回来 迈向产业六级化的步行社区 在生产面推倒望来产业大翻身 光是凤梨生产面积就将近250公顷 并且打造了复兴社区凤梨加工厂 更创造在地的就业机会 产业活化成果不仅更加丰硕 也让返乡青年创立农企业发展 来促进促使更多青年回流 为在地农村注入新活力 记者高双双瑞岁香采访报道